美國加州計10月後再次發生大規模關火 火勢萬年速度極快 自星期一晚起已覆蓋近125平方公里 近3萬人被迫離開家園 並燒毀至少150座建築物 當局派遣近500名消防員救災 但是消防部門表示 未來幾天風勢加強將會助長火勢 情況並不樂觀 中文字幕提供